好,来到唱谈物理学的第32讲 我们今次就开输射这个题目来讲 你说正常来讲,输射可以用一个非常之简单科普的角度来讲 譬如说大约讲一下日常生活中有哪几种输射 它对人的影响是怎样的样子 或者有什么量度的单位 但当然了,如果我们是由一个物理学的角度来讲一下 究竟这个输射是怎样由一个 在物理学家的眼中用一个什么语言去理解 它的来源是怎样的 甚至乎有哪几种不同的输射 我们就希望根据我们过往所学过一些 譬如说对于原子的认识来开始 然后慢慢介绍一下究竟输射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今次会讲到这几个不同的概念 和一些普通介绍输射的一些环节都会提到 就是说输射其实可以分两种 一种就是比较有害一些,一些高能量一些 我们就会叫电离输射 顾名思义就是说这种输射 它有能力令到一些原本不带电中性的物体 它上面的电子被打掉了出来 于是乎由不带电变成一个带电,一个离子化的状态 你可以想象如果譬如说中到输射的是我们的身体 或者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 我们遭遇到这个输射的时候 我们这些这样的化学分子被输射打掉了上面一些电子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就是它之后会发生一个什么的化学反应 所以就是说通常电离输射 因为它能够将一些带中性的物质去电离的话 所以就会是危险一些 电离,这里用的英文字就是ionization 好了,电离输射就会有,我们会一会儿讲了 譬如说Alpha射线,Beta射线,Gamma射线 这些我们可能都会听过 另外,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知道的 X光和一些紫外线 它都属于一个可以将某一些的化学物质电离的一种辐射 另外,有一个就少点人看的 一个叫宗子的射线,Neutron Radiation 它都可以是电离辐射的一种 另外,有电离辐射也有些非电离辐射 例如一些低能量一些的 例如我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眼看到的光 它是电磁波来的 我都会说它是一种电磁波辐射来的 它是一种不需要透过媒介在真空都能够传播到它的能量 来到由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 它以辐射形式传递能量 我们看到这些可见光 我们都会叫它是一种辐射 不过它是一种非电离辐射 Non-ionizing Radiation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提一提 有没有一些很极端的情况 在这个宇宙尺度才比较明显地需要讨论的呢 我们会讲一下一些宇宙射线 我们会提到加码射线 即是先前讲Gamma Radiation 加码射线在天文上面经常见 一些因为激烈的天文现象 产生出来的高能量的质子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引人入胜一点的 一个非常诡秘的一个粒子 中微子 我们提到粒子物理的时候也提到它 在讲到宇宙射线来讲 在宇宙射线里面 这些中微子又是怎样去来的呢 我们在这个第32讲 我们会慢慢去提到 我们即管开始讲一下 由电离辐射开始提一下 我们将会提到 比如说去认识辐射的时候 说到Alpha, Beta, Gamma 甚至乎是X光,紫外光等等 中子射线这类的射线 说到这些这样的电离辐射 其实很多时候都跟一个核反应有关 我不计算是在天外面 比如说宇宙射线里的一些辐射 我如果看在地球上 我们一直都认识到的这些辐射 尤其是一些有害的电离辐射 通常是怎样去辐射的呢 通常我们就会说 它是由一些 會是 會有放射性的 一些的元素 来给出来的 有什么会是放射性的元素呢 大家有个印象先 如果看回整个元素周期表来说 一些比铁重很多很多 尤其是比较重到去超过油 这些这样的元素 就是说 比如说原子序去到超过92 那堆这样的元素 很大机会会是放射性的 因为它大 就会不稳定 我们会用以下的图像 再和大家去慢慢讲清楚 另外呢 另一方面 就是有一些很小的 一些的元素 它亦都有机会 可能用另外一种形式去放能量 但是如果在这里 放出一个 辐射的射线来说 我们就不会 不会讨论到 这些这样的聚变 这些比较轻的元素的问题 基本上 能够列出一些 的辐射的射线 给我们看到 都是集中珠 在一些比较重的 核元素 的放射性元素的那里 那我们譬如 就用回油 来去做例子 那 元素来说 很多时候就是说 譬如说 有235来说 它可能有一些 有的元素 上面的中指数目 多些 有一些有的元素 它的核子里面 中指的数目 是少些 形成一些 叫同位数的 一些这样的元素 譬如在这里所说 这个图里面 刚刚圈住这个位置里面 说的一粒 这个有元素 是属于有238 它和有235的分别 就是它比有235 多了三粒中指 它的质子数目是一样的 所以它里面 带的正电荷是一样的 它外围 拥有的电子数目 应该都要是一样的 外面的电子的结构 也都要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中指数目不同 也都令到它们的放射性的性质有点不同 那在这个的核子物理里面 譬如说 我们怎样去理解 一个很大粒的这些这样的元素 它怎样会是分裂 和去放出一些的放射性的 一些的辐射射线呢 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用一个很简单 叫做一个水滴的模型 一个liquid drop model 那大家就会看这一堆这样的 被黏在一起的这些中指加质子 看成为一个不停地变化形状的一个液体 为什么说它在不停地变化的形状呢 首先理解就是说 它上面的这个原子核里面的 这些中指和质子 它们虽然黏在一起 但是可以自由地 好像流体那样流来流去 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 因为这些这样的质子本身 其实带很大的正电荷在上面 每一粒质子都是一个正电荷 而只不过它们刚好遭遇了一个强作用力 令到它们可以黏在一起 当然了 你可以看得到的 比如说在这个图上面的这个原子核 红色的如果代表着这些带正电荷的质子 没错 一个强作用力可以将两个轮近的质子 虽然带正电荷 但是也可以将它们黏在一起 但是如果整个这样的原子核上面 有这么多粒的质子的话 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说 可能在这个整个原子核里面 比较靠右手边的这粒质子 和这个在原子核里面 靠左手边的这粒质子 它本身已经隔得比较远 所以这个强作用力 未必能够马上能够发挥到作用的时候 它们就会感受到大家之间的排斥力 所以你想像到 越是大的这些核的元素 上面有的质子数目越多的时候 这些随时会出现 这个强作用力 不能再继续将这些这样的核子去捉住 然后由本身电的斥力 令到它们倾向不稳定地裂开的这种可能性 就越来越高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就是说 越是大的这些原子核 越是不稳定的 因为上面那种强作用力 与这个静电的作用力的对抗 越来越会倾向这个电的静电作用力那边 从而令它更容易有东西去脱出 当然了 这个是尽量避免了用这个量子息动力学 来去解释的一个图像 我们纯粹就是很天真地想 里面其实就是拥有着一个静电作用 和这个强作用的一个对抗 出来的一个不稳定性带出来的结果 这些这么大的核子元素它们很不稳定 所以它们会很倾向地去脱出一些原子核 所以令它们小粒一点 小粒一点就夹得紧一点 于是强作用力更加有机会去将所有的这些粒子 来去粘在一起 你可能会问 如果放更加多的质子 固自然会越来越不稳定 那为什么放更加多的中子 也会越来越不稳定呢 你可以想象就是它将整个有效体积 亦都押得大了 押得大了的时候 因为强作用力是一个很短距离的作用力的缘故 你将整个原子核押大了的时候 就令到那个静电作用力能够出现的那个 即是能够划视的那个机会率也都增大了 那所以一些大的原子核 无论它是越多的中子 或者越多的质子 都是会倾向去分裂的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核裂变 其中一个很粗略的解释 核裂变有几种不同的结果 一种就好像这里这样 脱出一个的原子核 它上面是有两粒质子 两粒中子 那这个是一个属于害气的原子核 我们又叫它做一个α射线 那这些α射线本身呢 它的能量就很视乎本身 在这个裂变过程之中 根据爱因斯坦的合议相对论 给出来的能量 而这些α射线可以这么说 我们通常的速度其实都挺高的 可以达到光速的大约几个百分之左右 这种这样的速度 因为里面牵涉到是一个原子尺度 一个由这个合议相对论给出来的结果 能量其实一点都不小 你如果硬要将一个这样的原子核 用自己的粒子加速器来加速 都需要给出几大的能量 而另外就是说 还有其他列出了两种衰变 一种就是叫β衰变 这个β衰变呢 它就将一粒的电子射出来 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电子它是很特别的 它不是由一个外围电子去扔出来 它是真真正正的由一个原子核入面 去弹了一粒电子出来 这个电子的命运很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煤界那里被吸收了它 它成为了另外一个原子的外围电子 一点都不奇 或者甚至乎成为自己的外围电子 亦都有可能 但是最特别的地方 它就是由自己的核心那里来 它是怎样来的呢 其实就是说 在它里面的有一粒中子 脱了一粒电子出来 于是乎中子的中性的电荷消失了 脱了一个负的电荷出来 自己就会变成一个大正电荷的质子 所以当一个元素它由原先一个状态 经历了β衰变进入第二个状态的时候 它会变成另外一种元素 就像这里的例子说 由蠟变成奶这种酱性气体 所以就很有趣了 当然如果它是用α衰变的时候 它一样会变成一个轻一点的元素 譬如由氧变成一个Florium 另外一种轻一点的核元素 亦都可以提一提 这种这样的元素它本身 它都会是有放射性的 但是半需期可大可小 视乎它是什么元素而定 而这些这样的放射性 究竟半需期是长期短的结果 都可以由一个叫量子息动力学 去做一个很简单的预测 再说这个加码衰变 Gamma Decay Gamma Decay是很有趣的 它是放出一个加码射线的光子 里面不会有任何质指 或者中指数量的变化 譬如说在这里 Bow 这种元素 或者有人叫做不元素 它的质指数目是94 中指数目是240 你会发觉它经历了一个加码衰变之后 它一样保持它的中指和质指的数目 但是它里面的能量是少了 你可能会理解 如何去理解 就是说 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 令到它有一粒这样的加码射线 放出来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学原子的时候学光谱 我们就说 当某一个被激发了的电子 外围电子 它跌回去 由一个高一点的状态 高一点的流程 跌回去基态 一个低一点的流程的时候 它就会有光子放出来 这个其实就正正在我们 在第31讲 或在第30讲 讲原子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这些概念 那我们就说 其实在原子核里面 都大约有能阶这些概念 可能是某一个的质子 原本它是处于一个 高一点能阶的位置 它可能比较倾向是 远离多它的原子 就是整个原子核 中心一点点 比较离群一点点 它突然之间 由高流程 跌了到低流程 它所有东西都发生在 这个原子核里面 只不过里面有其中一粒 这些这样的原子核里面的 一些原子 比如说中子也好 质子也好 它由高一点的流程 跌了到低一点的流程 于是乎有能量放出来 而由于这个流程中间的 能量的差异 是对应一个很高的能量 这些高的能量 就以一个很高能量的 光子形式放出来 所以就会有一个 加码射线的光子 放出来 当然了 可以就是说 它是一门 是一门 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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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原子核里面 发生的量子力学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会牵涉到 里面 一个叫量子色动力学 一个 比如说 一个强作用力之间 如何去相互作用 而这些强作用力 很多时候就牵涉到 一些夸克 这些夸克本身拥有的 colour charge 一些色本身 是怎样去相互作用的 一门这样的学问 它亦都有一套 由量子力学 引申出来 类似的一套语言 就专门用来 去帮我们去理解 这个原子核里面 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在这里 叫做很粗略地去理解了 一个的Alpha Beta 和加码射线 它的来源 由一个原子核的角度 如何去理解 另外就是 X光 和这些这样的 紫外光 它都属于 电离辐射的一种 但它产生的机制 就跟我们 刚刚所说的 Alpha Beta Gamma 就差得远少少了 譬如说X光也好 和这个 紫外光也好 它都可以 是透过 由这个 原子核以外的 外围电子云 里面的电子 由高跌到低 来去产生 所以 它就比较少 牵涉到一个 核分裂 一些核里面的反应 它也是牵涉到 一个外围的反应 所以你想像到 X光 和这些 紫外光 它对应的能量 级数 比起一个 在原子核里面 给出来的 这些核反应 所放出来的 辐射 要是低的 所以如果你要我 能量去做一个排队的话 我就会说 基本上这些 加马射线 Alpha 这些 这样的射线 它的能量级 算是比较高一些 低一些 就会是一些 Beta射线 再低一些 就是一些 X光 甚至乎 就是这些 紫外光 在这里 第一节 我就比较粗疏地 去解释了 就是说 究竟这些 这样的 电离辐射 有哪几种 以及它的来源 是怎样去来 我们去到第二节的时候 就再进一步 去解释一下 一些相关的故事 甚至乎再说 其他种类 非电离的辐射 我们下一节 回来再说